欢迎收看展哥讲股月讲月长 关键时刻胜选豪股口袋名单保值平安 现在状况啊 到底真的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现在的大盘 来今天其实我在赖上面有提醒大家 五日线嘛 那今天还是一样站不上五日线 前面这边也是啊 五日线站不上隔天要杀一根 但是今天看起来这样子是不是也是相对 好像有点偏弱势对不对 所以短线看起来 确实要注意一下 但是来这是OTC贵买指数 来贵买指数最后收盘多少 187.01 然后五日线呢 187.11 几乎就是在收在五日线之上 所以我们一直讲贵买相对强 所以中小型类股应该是我们要选择标的嘛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这现在是关键时刻 来我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比较大的周期 就是周线图 这个红色的位阶 这是去年 疫情的时候 去年五月的时候 那疫情的那一波沙盘 所以你看这条线拉过来 刚好是疫情的低点 然后也有这里涨上来这一段拉回的地方 所以这个位阶其实就是现在 大概15159的位置 那看起来这里是不是守住了 所以啊 我说重点是什么 如果这里是相对低点 守住就可能中期是一个反弹 啊如果守不住嘞 往下我们可能就要看到这个 13000的位置 所以不管怎样可能都是大行情 可能都是大行情 但是当然OK我们还是边看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 这里有一个回升的机会 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 来从贵买指数我们也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位阶连接过去 其实我差不多也是一个相对低档的位阶 也相对低档的位阶 再下去其实空间也还算跟那个加权指数来比啊 大概是有限 但是咧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从筹码面的角度来看 来现在融资维持率 融资持续这几天一直杀一直杀对不对 杀了两三百亿了嘛对不对 但杀到现在 大家看一下这叫什么 融资维持率 融资维持率来到了144.8% 这是昨天的数字哦 这昨天数字 但是你看对照一下 过去几次的相对低档的位置 现在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如果从筹码面来看 我会觉得台股啊 有没有可能酝酿一个反弹 我觉得确实是有这可能性 来但是你看过去几次来 2018年这中国股灾 这我非常印象深刻 因为14年的时候 14年11月 大陆推护港通嘛 其实从4月就开始在 政策就在讲 所以那时候我帮一个客户 从4月就开始一路研究股票 每天妈妈看报告 然后护港通一开啊 马上就飞香港马上开户 马上进去 结果那一年很刺激 14年的11月到15年的3月 我们就出厂 就5000万赚了5000万 我非常刺激 非常有趣的一个经验 也是非常兴奋的一个过程 那时候 但是你看15年6月建高点 开始一路研 疯狂研盘 大陆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疯狂 因为最后3到6月那一段 其实风涨 就是完全不知道原因 就是什么都涨 但是当然下也非常快 所以拖累全球 所以18年15年的8月 因为中国股债影响 台股也有一波大的砂盘 那时候融资委屈来到这里 来到18年 这大家就印象比较深刻了 18年那个拜登 掀起那个中美贸易战 一样来到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然后2020年的3月 新冠病毒首次发现 然后那时候湖北封城 对不对 那时候的状况 哇开始疯狂 哇沙沙沙 但是你看这一次 其实一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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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率一路跌 跌到这里 其实已经跟过去三次的低档位阶 是非常接近了 所以有没有可能在筹码面上 有形成一个反弹的机会 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当然短线上啊 那今天早上赖 10点半左右传的 来美股已站回五日线 除了废办之外 除日融资续减 贵买指数站上五日线 加权仍在五日线挣扎 当然最后加权是没站上 但是我提到什么 高价IC设计族群 中间的什么四星KY 犀利KY 创意翔硕 这些都已经率先站回五日线了 大家记不记得前几个礼拜 有一次的行情就是这样 上一次的那个反弹行情 我是不是说高价IC设计族群 开始转强 所以有没有可能从高价IC族群 那一次上次是这样 高价IC设计 然后到矽晶圆 到那个晶圆代工 一路这样子 然后把行情推上去 但是你看 前面这一波他们休息之后啊 默默的又站回五日线了 会不会重演上一波的 那个IC设计 领涨的反弹行情值得注意啊 但是当然航运族群 今天虽然反弹 但仍在五日线之下 视为跌升反弹 待会我们会特别再讲一下 然后但是我提醒大家 大盘以五日线 作为多空分水岭 各族群人多空分歧 贵买强于家犬 欲进场者以中小型个股为主要选择 这是我今天早上给大家提醒 但今天的盘式其实有点无聊啦 但是来我们继续看 来我们拿长荣当例子 来长荣间的状况是怎么样 去昨天就跌破100嘛 所以昨天短线的话 我是不是说短线要空是可以空 但是当然 后来那个 去查了一下真的是空不了 第一个他没有卷 然后再来当中也不能先卖后买 所以没办法空 但当然跌破100 的关键 今天开盘是占回100 但后来还是怎么样 收到98.7 其实还是收下一百元 所以百元关卡还是没有占上 来我这三条线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前面讲年限的时候 下来第一个支撑的位阶在这里 这叫110 然后再来我说百元的关卡 再接下来就是85.5 所以操作航运族群的同学 真的要特别注意 这三个关卡 如果你能占回100有机会往110走 110再来卖 占回110就可能再往上 但是我觉得不要看那么远 所以占我100还有机会等反弹到110 但是如果100都占不稳 是不是就往下 就要撤85了 昨天我提到 过去75跟25 大概是一个比较常态性的价格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 不知道 我但昨天有一个新闻 那个奇交所这边 来航运期货跟半导体30的期货 6月27号要上市 建议24号 所以再过几天就要上市 所以航运可以空 放空的工具又多出来了 所以接下来行情应该会蛮刺激的 其实我是看好这件事情 因为航运股 我说现在没办法空 但是你接下来有期货之后 其实多空双向 整个行情反而会趋于稳定 当然震荡可能会加大 是有可能加大 但是你说如果没有办法放空的话 会不会一路失望性卖压 一直跌跌跌跌跌跌 就跌回原形 有可能这样 所以反而有期货 他有撑 开始会有震荡 所以这个状况 我们后续持续观察 但是当然 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已经行情已经偏弱了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自己注意 来当然记得 那个 刚刚忘了讲 记得要加LINE 右下角有QR Code 记得要跟我贴图留言互动 抢先才可以收到通知 会有盘式提醒 看盘重点 操作技巧 跟个股介绍 接下来可能个股介绍 就会多一点 因为我觉得好像闻到一点味道 然后记得他那个YouTube 要订阅展哥讲股 每天下班10分钟 掌握最新行情 记得下方帽 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500订阅直接开牌的活动还是持续 所以OK 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分享 那接下来我会怎么做 来 所以我们讲接下来操作策略 第一个 我这几天都一直讲口袋名单 所以我一直筛选很多股票 所以我大概都有一些那个 那个名单在出来 但是我在观察 但接下来到底是往上反弹 还是往下在破底 我不知道 所以我在会员的部分 我会进场试单 我不会一次 我不会拆底 我的操作一项都不拆底 所以我可能会陆陆续进单 包含今天我就有开始买一些股票 买一档 我大概我也不会买很多 我大概最多三到五档 所以新进的会员 有在看那个影片的 你就记得 我的操作大概就是三到五档 我会一档一档加 就有赚 有赚钱 就再加新的股票 所以我不太不太会闪着压 我大概会这样 因为大家资金 可能一套资金的话 三到五档 我觉得比较适合 OK 所以我会开始试单 我开始试单 如果试对了 我就会加码 大概会是这样的状况 OK 那昨天啊 我们第一个出登场的叫剑桥 4114的剑桥 我昨天是不是说一个晚行底 打起来要创新高 就今天马上就拉出去了 我马上就拉出去了 涨了8.41% 不过当然会员同学 这我们就OK 我们就不多讲 我们会员的操作 但是OK 这个部分啊 生技族群里面 剑桥算是一个不错的 相对有基本面的 这昨天都有讲 然后 OK 然后益德他旗下的公司 大涨嘛 所以剑桥也跟着涨 我觉得是OK 但是我们会发觉 这种创高的 是一个操作的选择 创高是一个操作的选择 如果回到反弹行情 就像过去 我们的什么新胜利 东哥 这些其实我们都是 那个特别的新胜利 我是创高的时候 进去买的嘛 对不对 然后东哥当然是拉回 所以OK 我们回到今天 哎呦 我们发觉 今天掌停的名单 又有我们熟悉的东哥游艇 再次亮灯 回回19 那时候我们到 158.5嘛 应该是好像是这里 这边吧 这边的158.5 进去了 OK就我们这边出了嘛 但是你看 我们出完之后一路下来 他又回到季线 之前我们是不是就说 均线惯性法 那时候我们东哥游艇 就是用季线做的 就这次回到季线 哎有撑哦 有撑今天要拉一根掌停板 其实包含那个什么 琳达news的观众 我看有在问说 东哥游艇有跟 说到180.5吧 我没记错的话 那也恭喜 这样也恭喜你 OK但是你看 均线惯性法 我们是不是又可以 再回头继续用这些来操作 因为有些同学 他不喜欢做创高的 哎然后如果你喜欢做拉回的 那就是又回到均线惯性法 惯性法的操作逻辑 来那另外啊 我们看 除了东哥游艇之外 这个我们定义叫什么 后疫情娱乐股嘛 那哎今天有什么 明安 这很久以前我在经济日报 今年年初的时候 大概二三月 我在经济日报就有讨 讲过他们 明安跟他儿子啊 明杨 子公司明杨 一个做那个 他是明安是全球第三大的高尔夫球 投胎工厂 全球前三大都是台湾的 所以台湾在全球高尔夫市占 应该是九成 大概是九成 那你看过去2021年 EPS10.01元 近四GPS11.38元 所以换句话讲 他现在业绩还是在持续成长当中 然后如果你用10点 用11.38好了 来计算的话 你看他本益比在多少 所以他本益比是不是相对低 OK 然后这个部分啊 我把这个均线 然后三个都拉出来 大家看你觉得拿一个 比较像他的惯性 我给大家特别试验一下 来你看 其实是不是就粘线 其实就粘线嘛 所以粘线的惯性 在这种附近 是不是一样 我们用均线惯性法 拉回可以进场承接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就是大家 接下来可以去思考的 你从哪一些族群 你观察哪一些族群 然后把它均线惯性找出来 有没有机会找到切入点 这是一个选项 所以包含会员 我可能会找创高的 也可能会找拉回的 这部分我们就陆陆续续 看后续我对盘氏的判断 我再带大家进场 然后但今天另外啊 包含强势的族群 还有这一组 就是绿能的族群 这上尾投控3708 来3708 他在这个族群算相对强的 我们把这个低点连接过来 它是不是一个 这是一个支撑的位置 来这里有一个假跌破站回来 今天就拉出去 涨了8.41% 这种当然你是可以选择的 但是他上面有什么 上面有前高 高不过高的压力 所以相对他能不能突破 这个下降趋势线 这个也是一个要考虑的范围 因为他进到这里 就是之前的整理区 所以在这里套牢的人啊 你上来他是会想要卖 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你就要考虑 要不要买这样的股票 因为上面的压力 层层压力嘛 会比较多成交的位置 但是你看像刚刚东哥邮廷 他是这样一路架跌 一路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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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相对的他他在这边 他在那边如果整理了久的话 他压力就会相对多 那反而他这样一路下来 他要上去反而压力没有这么大 这大家要思考 所以上尾头控这部分 我就可以这样子考虑 但同一组的 我们还可以看 6443的元金 绿能的族群太阳能 你看这个部分 关键价位 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很多次 就是来过很多次的位置 我们把它画出来 这就叫关键价位 OK 你看 这一波 关键价位画出来 是不是跌破头部 跌破头部 从低档的反弹 那我请问大家 在上面头部 会不会是压力 对不对 上面头部就肯定是一个大的压力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暴虫 涨到这边来 还是涨到这边来 这就需要考虑了 因为这中间是不是都是层层压力 一堆等待解套的人在这里等着你 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 你要选哪一类型的股票 OK 那另外一档 也四季刚 风电族群9958 你看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头部 做头完跌破下来 然后当然我又画了一个这个橘色线 因为这个连接过来 其实包含到这里连过来都是 所以这都是一个那个低档的压力区 那今天当然一个长虹涨了5.91% 有站上这个橘色线 但是上面是不是要挑战这个头部的位置 就算站上了 这个上面是不是都还有层层的压力 所以结论是这样 我们从技术形态你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叫创高 第二个叫拉回 然后第三个叫头部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创高就是剑桥 4114的剑桥 这种叫创高的 包含那个我们昨天讲的其他股票也有 来第二个拉回 像我们过去有做过的 包含东哥游艇 像今天介绍的明安 对不对 这种是拉回 我们用均线惯性法来操作 创高就是突破买进法 拉回就是均线惯性法 但是有头部的呢 我就不建议 我就不建议你用这个方法来操作 不建议操作上面有头部的股票 所以为什么绿能族群我一向都比较保守 第一个他基本面没有特别好 然后再来都是涨过一波了 然后上面层层压力 那当然政府现在都是做多绿能 所以很多分析师都一直在讲绿能 但是我觉得绿能前面那一波的头部 大概会跳过绿能这个族群 所以我会选择你在各位同学 看影片同学 你在选择股票的时候技术形态 我会建议第一种创高 第二种拉回 这两种做法你可以去思考 然后当然记得 展哥讲股只有唯一一个 就这一个的官方LINE 下面有留咨询电话 所以你务必要打电话进来 因为真的越来越多朋友一直在跟我讲 说那谁谁是不是你助理 谁谁是不是你助理 他都有跟我教学 他都有跟我打招呼聊天这样 我没有完全没有 所以千万要记得 OK 所以唯一正版只有这个 展哥讲股 然后到最后 来展哥小提示的部分 我觉得来到了关键时刻 所以要步步为赢 步步为赢 当然那个 怎么样能一步一步赢下去 所以我刚提过了 我们进场还是要试单 然后试对了就加码 试对了就加码 这样才能放大获利 这个部分当然口袋名单 大家选股的方法 从技术面怎么选 我今天也交给各位 对 那当然会员的部分 我就会再用更多的方法 来挑出精选的股票 包含剑桥 我就是精挑细选出来 那当然今天表现不错 那后面会怎么样 后面还有什么其他股票 我就在持续带会员进场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股的话 也欢迎打来 步步为赢专线 0800370888 现在是周末了 礼拜五晚上祝大家周末愉快 如果有空的话 多研究一下股票 因为说不定 下礼拜可能多空的转折 关键时刻就来临了 那当然这礼拜我也不会闲着 我会继续努力多找些股票 增加我们口袋名单的范围 祝大家周末愉快 投资顺利 拜拜 拜拜